台湾发展已经很乏力了 台湾税率拥有很高于大陆 台湾的公租福利待遇差 没有大陆的好 今年来台湾的发展 发展确实严重落后于大陆 30年前被所有人羡慕的四小龙之一 如今活的连秋眼都不如 说不好听的话钓鱼都不用你们 台湾这边一个月薪水多少才足够基本开销呢 我大概抓五六万左右吧 就像我自己住台北可能租房子的话 可能就要减金会要两万块 就三分之一的开销了这样 是哦那你现在的职业又是什么 不是摄影师 都说北上广生机会多 然后来到这里努力学习 少数成为人才多数生活艰难 北上广真的能够让人成功吗 我只能说大概率是不难的 我信你刚快 定生太激烈 对手太强大 行业太拥挤 努力在今天这个时代并不值钱 因为大家都很 很看深圳像天堂 尽看深圳像天堂 到了深圳像牢房 不如回家放牛羊 过过都说深圳好 过过都往深圳跑 深圳挣钱深圳光 哪有钞票寄回家 中国现在几乎所有大资源的形态 都是极刑的丑陋 当然也是不宜局的 这就是大城市 融不下你灵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米多 前几期视频 我们讲了很多大陆网友说 台湾很穷很落后 说台湾的经济不行 已经永远落后于大陆了 台湾人的工资收入太低 太可怜了 通过我们的介入之后 纷纷被打脸了 不仅人家不可怜 人家台湾不仅不落后 打脸的是大陆的网友 自己很穷很落后 还说别人 自己就是紧定索啊 大陆的网友说 台湾是失业率很高的 台湾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几 创下了十几二十年的新低 说已经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 刚毕业就失业 台湾经济不景气 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 数据显示 五月份的失业率 已经创下了近二十二个月以来的新高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赚不到钱 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真是真的如大陆网友所说的 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北现在很多行业都找不到员工 根据公家的统计 台湾五月份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四六 创下二十三年来的新低 失业人口只有四十一万两千人 人力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 第一季民生销费 平均每月人才缺口为三十八点二万 餐饮业每月缺少十七点一万人 零售业缺十点六万 批发业缺五万 住处服务业缺二点七万 运动及旅游休闲业缺二点六万 总体比疫情期间 同期缺工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九 平均每位求职者可分得八份工作 高于整体市场的一点八份 看到没 台湾的失业率并没有大陆网友 赏上的那么多 反而我们大陆的失业率 要高出台湾很多很多啊 八月份我们官方媒体 已经统计大陆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十几 我现在的失业 失业怎么回事 我失业招待 我失业招待 根据国家统计局 7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6到24岁的清零失业率为 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再创新高 百分之二十多什么概率呢 就是一百个人里面 就有二十几个人没有工作 而且这百分之二十几啊 除去那些自由职业的 什么是自由职业呢 那些做手工工啊 跑外卖临时工等等的 大家知道就是工作啊 都是不稳定的 有的人跑外卖 跑几天就不干了 这个也就是排除在外的 也算是工作的 那百分之二十多是什么工作都没有的 现在已经停止了公开失业率的报告了 为什么呢 今年自八月份开始 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 承证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经济社会在不断的发展 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 我估计啊 失业率不断的上升 为了不引起大家的过分差异 所以就进行报道了这样的数据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更严重了 那你还说台湾的失业率高吗 首先是看你自己的失业率吧 你自己这边的失业率要比台湾高出一倍 可能台湾的失业率就是暂时短暂的 而我们随着行业的煞行 那失业率会越来越多 我们竟在外贸各方面实在是不太紧急啊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我今年37岁 失业在家仍然一年半了 我今年32岁 为公民预约目前已经被成员了 总要有多余的工作 但是没有公司给我回复信息 我要失业了 但是我从深圳回武汉 快两个时间里 第二批失业了 于上次失业 刚好仍然一年失业 所以啊 这个失业率我们就被打脸了 要比别人高出很多哦 第二点 大陆的网友说台湾的工资 其实也不算高啊 刚毕业一个月也就只有25000的新台币啊 结合人民币就是6000多的人民币啊 毕业的第一年的第一份工作的起薪是多少 3万6 对 还OK啊 这工资也不高 它的消费能力相当于大陆的3000块钱 台湾人的工资到底高不高 他们最低的工资3万台币 大概相当于人民币6000块钱左右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么高那工资可不少呀 其实呀 他们3万新台币的购买力 如果放在我们这 也就相当于人民币3000块钱左右 是不是觉得很低 你看这些大陆网友也太自信了吧 那刚毕业就可以拿到6000的人民币 一个这样的心智 那你知道大陆这边刚毕业能拿到多少吗 大专学历毕业 工资3000 是不是比高中生还低呢 那我上大学出来干啥 3万新台币的购买力 如果放在我们这 也就相当于人民币3000块钱左右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陆的100元人民币能购买到什么呢 再看看台湾的一天薪资的购买力 看一下他们的购买力有多大的区别 100元人民币购买力大挑战 今天100块钱人民币买到了什么 刮面 牛奶 鸡蛋 肉 纸 泡面 100块钱购买力太强了 爆赞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一起再来看看台湾的 我们看一下台湾一天的薪资 买到什么 今天我们来看看台湾普通人一天工资能在Costco超市买什么东西 12个庄的可送面包打折189元 来一盒 1.9升庄牛奶一盒113元 来一盒 纯制美食烤鸡189元 来一支 牛奶再来一盒 4.0升庄100%苹果汁349元 来一箱 1.1公斤大号装爆米花225元 来一袋 有杂薯片400克装279元 来一袋 7支味铁清理一箱12代389元 来一箱 最后再来一袋带韩国海苔369元 最后一共花费2252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台湾一天的薪资要比大陆 100元买的东西都很多 那你们是怎么理解 台湾6000元这个购买力跟大陆的 3000元一样的呢 人家明显要比你们高出很多 所以不要有这种盲目的知识 明明这只不如人家非说 你们工资高没用 其实啊 你已经远远落后于别人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对我发表带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订阅我 即将有用的